中國東北女大生不小心滑進雪凍 竟然有人在裡頭賣咖啡 經過教學樓的時候 忽然發現這個雪凍 我想進去看一看 然後沒想到裡面真的有人 學生在大學中找樂子 但美國可就沒這麼有閒情意志 美國紐約出現罕見的 Thunder Snow 雷雪 Thunder Snow though is so incredibly rare 來自北極的寒流 一度從加拿大蔓延到美國五大湖區 安大略湖周遭積雪來到1.2公尺 感人節假期變成全民禪雪運動 但暴風雪沒有隨著感人節收假而減弱 單日有超過五千架次航班早取消 四百萬人收到風暴警告 地球另一端的朝鮮半島 同樣被濕度高的暴雪襲擊 專家分析災情嚴重 就是因為濕雪比乾雪還要重三倍 負濕度以下形成的乾雪比較輕 相反的越不冷的天氣 形成的濕雪更容易壓垮建築 雪景看似美不生收 但處理起來可是令人頭疼 三立新聞雙不倒